你以為我會等你很久 但是坦白說我已經想要 我以為你 你愛你不愛我 我說現在別鬧了 你會說再說 第九屆精英創作獎頒獎典禮 即將在10月27日舉辦 典禮正式登場前 一系列的活動 先行號召月明炒熱氣氛 其中入圍本屆精英獎的 宇宙人搶先送上精采演出 一起去跑步 你不要走步 還有我們的節奏 讓信仰不在乎 用這樣的速度 把地球滿路都跑在半路 一起去跑步 也許用車路 也許被幫忙擋住 至少我們沒有什麼到不了的路 他拿了第一手 就這樣慢慢轉動 大女郎 大女郎 會不會像全新的一陣風 我捲起來了 但就從從勇敢的 我不再見到 像我或想要 你身在我靠 請問一下今天是第一次聽宇宙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很高興又是你了 我的Instagram是 COSMOSJAB 可以來追蹤我一下 今天這場表演呢 我記得我們上一次比賽應該是十幾年前了 然後今天又是十幾年後的另外一場 就是評審 評審比賽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說不定比賽可以激發出我們更多 跟表演不一樣的東西 就靠你們了 好嗎 好啦 好 講一個秘密好了 其實我今天是有帶電風扇的 是嗎 所以這是你為了今天的比賽 特別準備的東西 但其實呢 其實 菁英獎真的非常的棒 這一台不是我帶 他已經幫我準備好了 OK 這是我聽過最音樂性的準備 對 太棒了 這個就是要 不知道可能是 我另外要入圍一下 然後給我一個特殊帶領一下 謝謝 自己講這一家樂手 我們在很寂寞之上 我卻擁抱和唱指導天亮 一起想像 一起擁擔 一起看老一隻老闆的內容 我 宇宙人精彩的演出 讓台下歌迷嗨翻天 作為台灣創作音樂的年度盛世 菁英獎即將在本週六 於台大體育館進行頒獎典禮 究竟宇宙人能不能抱回獎座 又或者獎落誰家 可千萬別錯過 10月27日晚7點登場的 第9屆菁英創作獎頒獎典禮 與精彩轉播囉 溫泉樂 王強素俊鴻採訪報導